这个小米有品的儿童电动牙刷还是比较好玩的啊 咱们拿起来以后 然后它会私动的讲故事 按一下开关就可以刷牙了 两个档位 做工事非常非常好 这个是底色 也是个小音箱 然后插回去 这个故事就散评了 然后也会有提示 就是刷牙没有完成时间什么的 充电的话直接插到底色上就可以充电 然后这个底色就是个音箱嘛 然后可以控制音量 就可以关闭 后边这个小尾巴是个旋钮 这样的话就是关闭了 插上电源以后 咱们这个牙刷直接插到这个底座上 就可以给这个牙刷充电 大家看一下 牙刷这个灯会闪烁 很好玩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小路剪肉 今天咱们收回来一批小米优品的儿童电动牙刷 全部都是原箱原教 这个儿童电动牙刷呢 肯定是剪肉啊 三十多块钱收过来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箱贴 生产地 这个产品名称的话是 被医生儿童声波电动牙刷 智能故事版 然后一大箱的话里面是有24台 这个货是非常的板正 非常的整齐 我查了一下其他平台 这个刚上市的话要100多呢 然后现在 其他平台也要七八十 咱们是三十多收过来的 每一台都有这个速封 全新没有拆封的 这个是可以连接米家的那个APP 刷牙的时候 小孩可以听故事 就是非常好玩 一会咱们拿到办公室 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是需要联网的 非常板正啊 这个货 一箱的话里面是有24台 这个盒子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 不管是自己家的孩子用 或者是送给朋友家的孩子 都可以 这个小孩看见肯定是非常的喜欢 好 我现在拆封了几台 这个小米有品的 被医生儿童电动牙刷 给大家看一下 再说一下 咱们三十多收过来的 这个肯定算是个简陆 就不说别的 一个单独的电动牙刷 也得值三十多 而且它还带个底色的音箱 还可以讲故事 再看一下这个包装盒 这个送个蓝什么的 也是非常的高端 型号是K5 盒子后边是有一些介绍 它是可以连接米家的 就是小米的那个APP 小爱同学提供这个技术支持 然后里面的配件也是非常的齐全 有这个电动牙刷 还送两个这个牙刷头 还有两个这个装饰本 蓝色的还有粉色的 这边是一些功能介绍 它可以连接WiFi讲故事 然后支持智能压力 感应及时调节 还带这个软胶的小刷头 这个是日本东力的抗菌软毛 JM什么声波马达 安全感应无线充电 然后还带两个这个男孩 或者女孩都能用的 这个小饰板 蓝色的还有粉色的 然后超长待机 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旁看咱们三十多收过来的 这个牙刷肯定这个品质 还有做工什么呢 是非常好的 然后每一套都送两个这个装饰板 蓝色的还有粉色的 家里面男孩女孩都能用 然后这个底座的音箱 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细节 后边这个尾巴是个旋钮 可以开机 然后调节音量 做工细节 包括这个材质是非常好的 没有任何的毛边现象 下边是有一个扬声器 小喇叭 这个不是咱们夸啊 大家看咱们实拍视频 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鼻子这儿还是个按键 可以按 然后每一套里面 都有送两个牙刷头 据官方介绍啊 这个是日本东立进口的 这个牙刷毛是非常软的 儿童专用 非常细 而且这个是软胶的 它不是那种硬的 就是更能保护孩子的牙齿 有两个这个装饰板 蓝色还有粉色 咱们家里面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用 直接贴上去就可以 它后边有背胶 撕下来 然后直接往上一扣 非常简单 或者家里面如果说有男孩 有一个女孩 是吧 可以贴个不同颜色 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区别开 防止两个孩子打架 是吧 可是设计的非常人性化 然后里面的配件呢 还有一根这个充电线 这个直接插到底座上 可以给底座还有牙刷充电 还有一本非常详细 说明书 这个一看就能看懂 说明书都有这个图示 看这个图示标的也是非常清楚 配件非常的齐全 而且咱们收过来 全部都是有速封膜的 全机没有拆封 这个电动牙刷呢 也是可以连接咱们米家的APP 这个只要用着小米智能家居产品的小伙伴 应该是非常熟悉 看这个APP打开以后 咱们之前也是连接过很多设备 像小爱同学 是吧 还有这个指纹锁 包括创聊机 咱们这个牙刷呢 刚才已经连接好了 连接方法是非常简单 然后连接APP以后 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就是可以看电量 然后也可以修改这个设备名称 底下还有这个固件升级 后期有新版本的话 可以赛线升级 然后这个电量的话 就直接可以查看 重点的是连接这个APP以后 咱们这个牙刷呢 就联网了 联网以后 如果说孩子刷牙的话 把这个牙刷拿起来 这个智能感应的这个底座呢 就会自动的讲故事 小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看一下 里面也有这个灯啊 分为灯 这个扫碗不会重用 就是每一次你拿起来这个牙刷 他讲的这个故事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儿童牙刷 是被医生联合小爱同学 一起推出的 所以说他这个资源是非常丰富 然后就是让孩子刷牙的同时呢 就能听故事 养成刷牙的好习惯 这个牙刷毛确实是非常软啊 他们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出来 很舒服 这个我感觉 不单单是小孩可以用 比如说咱们对这个电动牙刷 比较敏感的朋友 小伙伴也可以使用 因为这个就是儿童专用的 它是非常的柔和 两个档位 一个标准档位 还有一个柔和档位 才配合这个非常软的牙刷头 不管是孩子用 还是对这个电动牙刷 比较敏感的小伙伴都能使用 然后每一套里面 都有送两个这个原厂的 这种软胶牙刷头 这个后续更换的话 也不用担心 我好上很多 咱们把这个放回去 它就会停止讲故事 非常好玩啊 这个底塑是智能感应的 可以讲故事呢 也可以充电 如果插上电源以后 咱们这个牙刷放进去 就可以给这个牙刷充电 这个是无线感应充电 然后这个电机的话 是一万九千八百块一分钟 咱们正常刷牙 你不可能一分钟能刷一万多次 所以说这个电动牙刷 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反正这个就属于 用一次就散也回不去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儿童电动牙刷呢 可以智能地感应孩子刷牙力度 自动地调节这个马达 震动的这个强弱 就是非常的人性化 而这个小熊的鼻子可以按 按一下就是换个节目 也可以手动地更改 孩子不喜欢这个故事 可以按一下 就直接换一个 非常好玩 大家感觉呢 反正刚才我也说了 就是咱们三二朵减肉收过来呢 就是单独买个电动牙刷也不止 况且它带一堆这个配件 而且这个是可以连接米家的AT 小米有品的东西 做工还有品质 包括这个使用的材质什么的 也都是非常不错 强烈建议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 可以搞一个回去用 因为电动牙刷比手动的那种牙刷 好用太多了 这个刷的是非常干净 而且也是非常智能 好 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关注一下二厘小路减肉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的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